各位观众 请鼓掌 欢迎赌神 1989年由王金导演周润发刘德华主演的赌神 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斩获了3700多万的票房 随后香港影团就掀起了一片赌片狂潮 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赌圣赌侠都是赌神宇宙的故事续集 在票房上也都大获成功 当然粗制滥造的也有 比如什么赌坝 街头赌证什么的 90年代的赌片和80年代的僵制片一样 有一个票房高的带了头 马上就会有一大批的跟风之作 等到赌神2上映的1994年时 赌片就已经有些衰落了 而且赌神2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最后捞一把 在剧情上加入了很多黑内地的元素 哇 那种电影里展现出来的经济发达的悠悠感 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好玩 但是请大家原谅 里边的部分情节我不能讲 我们就在最后的影评环节再吐槽一下那些弱智对白 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就讲一讲赌神第二部的故事 因为赌术天下无敌啊 高进被江湖上的人冠以赌神的名号 他用神一般的赌术啊 让自己纵横世界各大赌场 零力双手 以至于盗人混的都要给他三分搏灭 但也正因为如此 高进的前半辈子都在接受各路高手的挑战 所有赌术高手都想击败高进 夺下赌神的名头 连他自己的堂地高义啊 都要置他于死地 在赌神第一部的最后 高进虽然报了仇 但是痛失女友 所以他后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做膳事 参加各种慈善活动 直到清传弟子陈小刀出事之后呢 才选择退出江湖 和怀孕的老婆隐居在法国的一栋别墅之中 五哥 你知不知道我在法国躲了四年 学了什么 学画画 哎 小孩呢 哦 还在肚子里啊 几年之后 高进的好友龙武来到法国敌行的 最近要注意安全 因为第一部中被高进送进监狱的赌魔陈金城已经出狱 而且他还联合了台湾东湖帮的赌术高手裘孝之 准备找高进复仇 不过高进并不放在心上 首先自己已经退出江湖了 不会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再者 他不认为求孝之能找到他 自己现在的住宿只有几个好朋友才知道 但是事事难预料啊 求孝之这一次是做足准备来的 本来他也不知道高进住哪儿 但是台湾有一个姓朱的老板去世之后呢 成立了一个16亿美元的国际儿童慈善基金 就委托跟高进一起做过慈善的老外啊 找到了高进的住址 而求孝之呢 正好是朱老板的合伙人 也就跟着来了欧洲 对于朱老板把16亿美元交给高进管理啊 求孝之很不服 他认为自己比高进赌术更强 更有能力 这笔钱就应该交给自己打理 但是在所有人眼里 高进才是第一 你求孝之只是第二 不一会儿求孝之和基金会的人找到了高进家里面 不过高进呢 陪着龙武此刻正在野外练枪 家里面只有他怀孕的老婆 面对这些不速之客 大嫂也是很不客气啊 当场让他们离开 就算基金会的人如何解释 是想请高进出山管理16亿美元的 大嫂都态度坚决 赶快走啊 不然我就报警了 这里没什么高先生 也没有赌神 赌神赌神 我求孝之就不相信他有那么神 那求孝之本来就不服高进 现在看着他老朋友这么嚣张 当场决定给高进一点颜色悄悄 于是乎他命令小弟干掉基金会的几个小弟 然后逼着老外啊 把基金会的16亿美金交给自己 就连混了几十年的陈京成 也当即表示 对着一个比自己小的人叫大哥 陈京成牛逼 而在高进这边呢 一看家里的佣人跑过来给自己报信啊 他和龙武赶紧回家救人 但是等他们赶回去的时候 秋小时和陈京成已经离开了 只留下了二十多个小弟埋伏高进 那这么两人肯定是不够高进和龙武杀的了 一番枪战之下 二十多个小弟就被两人杀了个金光 但是很可惜 大嫂已经惨遭毒手 疯狂的秋小时为了逼高进重出江湖啊 直接把他怀孕的老婆剖腹取子 还留下了一卷挑战的录音带 高进一生接受过很多人的挑战 有毒手毒脚的 有毒命的 但从没遇到过对女人孩子下手的疯子 大嫂死前为了高进能过点安稳的日子啊 就让高进答应自己 一年之内不准赌钱 也不准承认自己是赌神 随后呢 弃绝身亡 看着秋小时在录音带中嚣张的样子啊 高进拿起喷子把电视轰爆 但是下一秒 他却被藏起来的小弟打伤 啊 得亏龙武及时赶到啊 把小弟击毙 高进才幸免于胆 不过也正是这一枪啊 让高进冷静了下来 他告诉死去的妻子啊 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在赌桌上赢自己 除了香港的大赏 而不 除了北京的张宝成 这个世界上 这场人不可能也得了我 除了北京的张宝成 只有他换过我一张牌 一年之后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事后高进将妻子安葬离开了法国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 他来到了内地旅游 希望可以消散心中的仇恨 可越是临近一年之期啊 高进心里复仇的怒火就愈发旺盛 直到十一个月之后 高进来到了一个叫千堵湖的警局 兄弟啊 我们刚才要拍一张全家补了 来 麻烦你帮我拍一张啊 好啊 在这里啊 高进遇到了台湾东湖帮的海老大 辈分呢 比求孝之还高 他也看得出来 高进是混过江湖的人 于是乎就邀请他晚上 一起到邮轮上喝一杯 结果白天买东西付钱的时候呢 就碰到的求孝之 在内地收的小弟丧播 这个丧播 一看海老大出手阔瘦啊 身上少说都有十几万的现金 哎 就想着带人把他干掉 发一笔财 顺带着给大哥求孝之 解决一个麻烦 于是乎 丧播就在晚上找了几个小弟 冲到邮轮上 打开杀戒 小心啊 海老大措手不及 重箭身亡啊 高进一番搏斗之下呢 只能从人群中 救下了海老大的儿子海远 至于其他游客 被丧播一把火全部烧死 这个案件的原型呢 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千岛湖事件 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啊 这么大的恶劲案件啊 迅速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 但是他们却误打误撞的 把高进和海远呢 当成了嫌犯 接下来这段剧情就比较扯了啊 当地公安把小孩子当凶手抓起来不说 还把过来采访的台湾记者给打了一顿 等高进和海远袭警开车跑路之后啊 公安直接打着五六冲疯狂扫射 把内地公安刻画的比匪毒还可怕啊 这段阴阳会计的情节呢 我们在电影最后的引评环节 再给大家讲一讲啊 摆脱追捕之后 高进和海远来到了一家旅馆休息 旅馆老板是一对兄妹 在香港泛来市到内地避风斗的 妹妹阿瑶不仅在住宿费上 狠狠地敲了高进一笔 大哥灰仔还在赌桌上出千 把海远身上的钱赢得只剩一百美金 那高进肯定不能忍了 当场就要去帮海远把钱赢回来 到了赌桌上一看呢 这个灰仔分明是个小老千嘛 哎 看我今天怎么玩死你 我们同学可能会那么让高进不是说 一年之内不赌的吗 怎么还要帮海远赢钱呢 哎 对付这种小老千 高进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 随便吐一口烟就把灰仔给催眠了 接下来完牌的时候 灰仔就老是出现幻觉 赌一把输一把 直到最后自己出千露线了 那一看灰仔出千呢 大家都要冲过来揍他 趁此机会阿瑶在外面大喊有公安 将制造混乱跑路 结果高进一圈就把灰仔给打发掉了 然后抄几把菜刀把阿瑶给绑了 正好这个时候收音机里面传来了千岛湖案件的通缉令 一看高进是变态杀人狂啊 几个人赶紧跪下求饶 但是高进也不想为难他问 就问灰仔说你出来混的 认不认识台湾东湖帮的海老大啊 灰仔当即回答 一看灰仔满嘴跑火车 高进也就不得问了 说只要你能帮我们俩偷渡去台湾 每人可以分三百万 那灰仔就说这次你算找的人了啊 海边走私大王突婴正好是我生死之交啊 去台湾不成问题 走咱们赶紧出发 结果话刚说完 警队就找了过来 为首的大队长还命令手下开火 直接把旅店给打爆了 好在高进他们顺着地道提前跑了 要不然全得离命 到了白天 警方还在追 高进索性的把落单的大队长给绑了 在挟持人质的情况下呢 总算是甩开了追捕 而在总部呢 警方也通过线索 抓捕了千岛湖案件的真正疑犯丧波 不过提审丧波的并不是当地警方 而是一个来自北京的神秘人物张宝成 大家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吗 一听说高进是赌神啊 丧波心头一惊 这是自己大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找的人啊 更让丧波吃惊的是呢 张宝成似乎真的会特异功能 能准确说出他的心中所想 还能预判高进是要去台湾 关键是张宝成也想再建一次赌神 我跟他在北京度过一场牌局 我变走他一张牌 可是那一局他不跟 我一直就想好好地赢他一次 他这次去台湾 是不是要参加一个大赌局 哎 你姐姐是不是真的很正点啊 不要骗我 当然正点了 是不是真的 镜头一转 高进他们终于到了台湾 那别问我中间偷渡那段怎么不讲啊 我怕审核不过 不过刚到台湾呢 高进就碰到了大麻烦 本来他是打了电话 通知海远的姐姐海棠来接人的 没想到邱小吃半路接红 直接带人把海远和灰仔的妹妹阿瑶给绑了 到了市中间 众人下车一看 哇 90年代的台湾果然繁华啊 这里暂停一下啊 后面墙上的电影海报呢 正好是梁家辉在1994年 上映的电影《姊妹亲生》 我们不是要救人吗 先看电影啊 邱小吃的地下赌场就在电影院的下面 走 赌博在台湾是违法的 所以黑社会通常都是开地下赌场 只招呼一些熟客 海棠他们是生命恐 肯定是要打进去的啦 邱小师看到海棠来了之后呢 带着阴险的笑声走了过来 而高进看到他的样子 记忆瞬间就回到了 妻子被害的那一天 赌徒见面当然要在赌桌上分个胜负啦 两个人三局两胜 海棠赢了就能放人 第一局玩21点 这种牌的玩法是每个人可以叫牌 谁的点数加起来 在21点内的范围更大 谁就赢 其中勾皮可以算10点 老坚呢可以算1点 也可以算11点 如果牌数超过21点就爆了 算输 海棠在这一局呢 就非常漂亮的拿下了老K和老坚 正好21点 求孝之的几个小弟 全部败在了海棠手里 再暂停一下啊 饰演这个小弟的呢 是内地知名演员连一鸣 大家看出来呗 当年我跑龙套的时候就见过他 长得很硬汉啊 回到电影 海棠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赌轮盘 谁能在转动的轮盘中 把弹珠投入说的点数就能赢 这一局 求孝之明显占优 一个弹珠就把海棠击退 而后轻松赢下了赌局 那灰仔看着求孝之如此卑鄙啊 当地提出来 第三局我们说了算 就抽一张牌比大小 谁的点数大 谁就赢 那这个规则就很简单了 方块2最小 梅花间最大 结果呢 求孝之拿出牌的一瞬间 就抽走了梅花间 高静一看赶忙告诉灰仔不对劲 索性呢 灰仔就临时改变规则 比点数小 这一次海棠抽到了方块3 而求孝之呢 依旧技高一筹 抽到了最小的方块2 不过这个时候 高静却走过来帮海棠开牌 你 你什么你 难道一副牌有两张方块2 赌神出手 方块3 瞬间变成了方块2 这一局呢 不是赌钱 高静不算破戒 求孝之看着眼前这个人 赌数高超啊 越看越觉得他是赌神 索性 高静也不装了 我就是赌神的徒弟 陈小刀 原来高静知道自己出手啊 必定会泄露赌神的身份 所以呢 临时找灰仔客串了一下 先稳住求孝之再说 那求孝之就问了 你老婆是我杀的 你怎么看到我还能这么冷静呢 那回答就说了 我出来混 三七四七很正常 你杀的那个呢 正好是我最想甩的 我还得谢谢你 那求孝之一看对方是这种 抛妻弃子的货色 也很怀疑 但还是跟他约定了 三天之后赌一把 不用说这么多 三天之后 我师父跟你在这赌一局 好 三天后半夜十二点 我在这恭候大驾 赌注 至少一亿美金 赌注至少一亿美金啊 秋孝之的实力 可比当初的陈金城大多了 海棠一看 赌神现身了 就安排高静他们回去休息 当然 灰仔假扮赌神啊 完全是想占海棠的便宜 不过海棠也不是傻瓜 回去就戳穿了他 不要动 你不是陈小刀 他也不是赌神 你们那是什么人 今天忍耐48个小时 两天之后 我保证你看他真的赌神 至于求孝之呢 他找了一个小弟来分辨这个高静 是不是真的 这个小弟呢 正是一年前在法国 被龙骨开枪打中的那一个 他在法国因为我死了 还抱着他老婆的尸体说 只有大陆的张宝成才可以赢他 与此同时 张宝成也在丧波的引尖之下来到了台湾 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求孝之 在赌桌上打败高静 不过帮忙并不是免费的 赢了之后 你要给我5000万美金 不请我是不是 来我给你露一首 撕掉的照片瞬间复原了 难怪高静说张宝成的换走他的底牌 这一下秋孝之不得不信了 不过眼下还需要知道 到底谁是赌神 于是乎呢 他就让那个活着的小弟 带着赌魔陈青城 一起去确认赌神的身份 如果是 现场就可以干掉 以绝后患 没想到陈青城来到了高静家里之后呢 并没有帮助求孝之杀高静 因为他的双手早在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被求孝之砍了下来 他这个人是个疯了他这个人是个疯子 不断的让我跟他赌钱 赌到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就要赌手赌脚 你看 陈青城这个号称赌魔的人都输得这么惨 足见求孝之是个多么心狠手辣的赌术高手 可是话还没有讲完 小弟就在屋外开枪射杀陈青城 随后让几十号杀手冲进屋里面 见人就杀 自己则回去给求孝之报信 高静拿着双枪虽然能自保 但架不住对方人数众多 自己还要保护孩子 没过一会儿就有点顶不住了 关键时刻又是龙武杀到 两大杀臣强强联手 几十号小弟根本不够杀的 打到最后就剩丧波一人 不过丧波心狠手辣垂死挣扎中 开枪杀害了阿瑶 而他自己则被高静和龙武打成了筛子 这么多年走过来 高静身边的女人全死了 就连刚认识不久的阿瑶也没能幸免 这就更加激发了高静的爆竹欲望 求笑吃非死不可 终于在三天之后 赌局正式开始 高静恢复了赌人的身份 霸气出场了 准备和求笑吃好好赌一把 由于这次是终极高主对局 台湾黑白两道的人都来观摩 为了保证赌局公平 现场安排了金属探测器 保证双方所有人都不会携带武器 不仅如此 还有专业的X光机 皆是赌桌防止两人出钱 可是狠毒的求笑吃 却不会随着诡计来的 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把象牙做的手枪 同时还买通了里面的工作人员 只要情况有变 立刻给自己送两个子弹过来 这种卑鄙手段 连张宝诚看了都忍不住吐槽 求笑吃 你真是一个混蛋 我是一个给你五千万美金 让你豪华过下半辈子的混蛋 赌局开始 双方赌的是梭哈 其规则我在赌神第一部里面 已经讲过一遍了 总体就是 由老奸的铜花顺最大 其次是四条 铜花顺子三条和一对 可能因为陈琴诚的下场太惨 高静一开始非常小心 连续四把全都不跟 搞得求笑吃是一脸懵逼 其实这是赌神的心理战术 他知道求笑吃是求胜心切 所以故意气牌不跟 摸摸他的锐气 等到第五把的时候 高静发到了一对金 而求笑吃是一对K 排面很好 高静直接下注500万美元 求笑吃跟了 第二回合 求笑吃下注2000万 高静也跟了 等到第三个回合呢 高静开始放大招了 直接下注9000万 他很有信心 迎下这一局 9000万 求求高升 那一看高静下注这么狠 求笑吃也慌了 如果高静的底牌是尖 那自己必输无疑 但是自己不能怂 这一把必须要跟 于是乎他点了一个烟 示意楼上的张宝成 马上换掉高静的底牌 可没想到呢 高静攻势鸡猛 最后一个回合 他竟然下注一个亿 直接把求笑吃给吓到了 你想看我的底牌 钱 银亿 一把下注一个亿 赌神果然名不虚传 求笑吃要说不怕是假的 但是他也准备拼一把 看看张宝成 究竟能否换牌成功 果然呢 张宝成发工之后 高静的牌稍稍动了一下 这就表明他的底牌 已经不时间了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 高静发现了楼上的张宝成 对于这个曾经换掉 自己底牌的人 高静是再书记不过了 眼神里面闪过一丝不安 也就是这个微表情变化 让秋笑吃果断决定 跟住 高静看了看自己的底牌 选择不跟 很明显的张宝成 真的换掉了他的底牌 这一局让高静带来的2亿美元 全部输光 还好有龙武和海棠在 两人又拿出了1亿美元 帮高静继续赌局 不过这一次 秋笑吃已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了 有张宝成在 高静输定了 这一局高静的牌面很小 只有红星4和红星2 而秋笑吃是红星皮蛋和红星K 但是高静还是选择跟住1000万美金 在发牌的时候情况更糟 秋笑吃的牌面 拿到了红星勾皮K 而高静呢 虽然也是红星铜花顺面 但是只有234 牌面依然是秋笑之大 拿还等什么 趁你命要你命 索哈 我要看你这副 小黑 到了这一步 高静的形势已经很不利了 我们刚才说了 有老尖的铜花顺才是最大的 这张红星尖呢 无论是在谁的手里面 都有机会凑出铜花顺 高静这一把要是输了呢 赌神的名号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一边观战的大队长呢 却淡定的表示 求笑之的这把索哈 高静是无论如何都要接的 看完底牌之后呢 他也果断跟住索哈 好 我给你学会儿 在最后一个回合 高静拿到了红星5 而求笑之也拿到了红星10 两个人的铜花牌面正式形成 就看谁的底牌更大了 那对于高静来说呢 他只有一个获胜的机会 就是红星尖 可如果红星尖不在高静的手里 或者说求笑之拿到了红星尖 高静就会输 那这么看 高静的银面很小啊 可是他一反常态 刚才索哈是吧 我要加注 赌钱赌到赌身家的地步啊 高静是真的上头了 两人封排的桌面 就像一个痛苦表情包 赌完这一把 注定要有人哭着离开 求笑之担心高静有诈 就安排人给自己送来的子弹 同时叮嘱小弟上楼 看一看X光机 确保高静的牌跟上一把一样 会被换掉 也就是在这个空隙呢 灰仔想跟高静拜师 但是高静却没有答应 师父 你赢了一定要收我做土地啊 如果我输了 你摆他为师 赌局继续 高静和邱教师重新坐到了桌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X光机里高静的牌又动了一下 这也就意味着 张宝成再次完成了换牌 而高静被换掉的底牌呢 果然是红星界 难怪他敢赌身家 但是邱教师却表示 我没有那么多注码 那高静就说了 你一年前吞了儿童基金的16亿美元 输了你要全吐出来 高静又说 你我之间有杀气之仇 输了就要挖掉自己一只眼睛 高静赌害了 邱教师更害 你赌一只眼 我赌两只眼 高静你今天死定了 高静 你只有一个机会赢我 就是红星A 底牌一开 邱教师是红星9 牌面也正好是90勾皮K的红星同花顺 这就意味着 高静只有拿下红星肩 才能赢下这一局 而高静这一边呢 表情严肃 刚才看牌的自信已经消失不见了 所有人都担心高静这把会输 邱教师为了以防万一啊 也偷偷的把子弹装到了象牙枪里面 万一情况有变就开枪脱身 防止有人要挖自己双眼 至于高静的底牌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就 主局结束 高静的底牌真的是红星肩 那张宝成换出来的那一张是什么呢 哎 高静告诉了他真相 他根本不是张宝成 他只不过是我一个好朋友 他是全中国最有名的魔术师 原来啊 一切都是高静部落一年的局 当年他知道这个小弟没死 所以才编了张宝成这个人物 来迷惑邱教师 刚才输掉两一的那一把呢 哎 也是高静故意而为之的 他就是要邱教师相信 有张宝成在 自己必胜无疑 帮他树立了这个信心之后呢 高静不管在赌桌上下多少柱马 邱教师都会跟 但是别忘了 他还有枪 可两发子弹呢 全被他用来打看场子的小弟用 趁此机会高静夺刀 将邱教师一击斩杀 正如邱教师一年前 将高静的老婆开腾剖腹一般 这一次高静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而赌神第二部的故事呢 也到此结束 赌神的两部正转呢 在电影票房上都是大获成功的 尤其是第二部啊 获得了超过五千万的票房 那其实呢 两部电影的成功都是有规律的 在剧情上呢 两部电影走的都是复仇路线 中间再穿插一些搞叫人物 比如第一部里是刘德华饰演的陈小刀 第二部呢 是梁家辉饰演的灰仔 最后再浮以大量的枪战气氛 这就是那个年代港片的招牌剧情组合啊 可能看过赌神第二部原片的同学会发现 我漏掉了很多情节没讲 不是我不讲 是不能讲 赌神2里面阴阳怪气内地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几乎就是为了迎合台湾市场把内地黑了个遍 比如说刚开始的警方暴力执法问题 我不否认啊 那个年代有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情况 但是绝对没有说随便抓一个孩子当杀人凶手的 更没有说看见台湾记者就往死里打这种事情 最他妈扯淡的是这一段 把一个内地的大队长刻画的给个傻逼似的 连漫画跟现实都分不清 这要不是故意抹黑的我他妈王道国来信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很简单 就是为了迎合当前的台湾市场 类似的电影还有很多啊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啊 我之前在中间的影评那期讲过 香港影坛的黄金年代啊 最大的市场就是台湾 内地是贡献不了多少票房的 所以港片的黄金年代和内地没有关系 自然它后来没落了 也跟内地没关系 赌神的第二部跟第一部最大的差距啊 就是有了明显的政治景象 失去了赌神一里面那种纯粹的江湖气息 可能也是江湖片从9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赌神二呢才加入了政治元素 但是非常可惜 就算香港影坛再怎么去迎合台湾市场 90年代后期呢 人家也不买账了 随着好莱坞大片向全球输送啊 香港电影在海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小 甚至连本土市场都守不住 我举个例子啊 香港电影唯一一部在香港本土票房过亿的 是今天上映的毒蛇律师 其他的都是进口片 所以说啊 在电影行业里面拍马屁是长久不了地 好好地打磨剧本 培养新生代演员才是重中之重 毒蛇律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剧本的也很好 最后在票房上呢 自然也就大获成功了 扯远了啊 回到赌神的影评 赌神第二部比第一部强的地方啊 就是他加入了反赌的内涵 第一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江湖片 是没有反赌内涵的 比如说高静一开始奉头正圣啊 跟谁赌都是自信满满 女朋友虽然没了 诶 但他不是死于外敌 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而第二部中的高静就不一样了 一开始就给他设定了一个老婆 被挑战者残忍杀害的背景 后面的阿瑶也是因此而死的 这个就是在告诉观众 人一旦走上了赌博之路 仇家就会源源不断 就算你躲过了仇家 又怎么保证自己 不会在赌桌上被人玩死呢 是吧 陈金城赌了一辈子 最后被人砍掉了双手 求孝吃赢了一辈子 最后输掉了自己的命 就算是高静这样的赌神啊 也是搭上了老婆和朋友的命 那现实中是不是这样呢 诶 当然是 大家随便上网搜一搜啊 都能找到一大堆 因为赌博而家破人亡的案例 要不然我们国家 怎么会把黄赌毒列在一起呢 我本人是不懂打牌的 所有赌注规则 都是我为了做视频献查的 如果不是为了做视频 我永远都不想知道啊 这些东西是怎么玩的 大家如果在现实中发现赌棍的话 远离他 这种人一旦赌嗨了 你是根本劝不了他的 不要奢望用什么言语 把他拿回来啊 那他怎么才能挥头呢 赌神第二部上映之后呢 香港赌片呢 基本也就走上天风了 后面出品的赌片 要不是围绕赌神宇宙来的 比如说少年赌神 要不就是打着赌神宇宙的旗号 拍其他故事的 比如说赌下1999 很可惜的是啊 伴随着香港电影的日进示威 赌片在此之后呢 也逐渐失去市场 原因很简单 跟当初的僵尸题材一样 拍的太多了 质量也显著下降 反倒是另一个类型的电影 开始结起了 大家知道是哪一类吗 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B站只有一个正义格 是我王正义 我们下期再见